这个开放资料就像那个台北市啊 新北市或者是各个直辖市啊 中央政府都有开放资料 那其实是还蛮不错练习的资料来源 那我们上个礼拜上次上课主要是讲到CSV 然后并且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那其实输入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有放 就是除了用insert into之外 insert into之后 你可以单笔单笔 就是说这个insert into的话呢 是放在回圈里面 也就是说你就是找到一个资料 你就insert一笔insert一笔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的效率啊 会没有比那个下面 我上个礼拜上次上个讲了 有一个叫execute many来的快 但是execute many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就查一下 那个我这边有一个连结啊 这边就是从官网里面查到的资料 实际上它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使用execute many的话 这个是那个python的官网里面提到的 那你这边的话必须提供给它一个资料 就是这个资料的话一定是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的话 还要一个一个串列 或者或者是一个那个tuple啦 那其实我讲过啦 你小瓜五是唯独 中瓜五的话是可以写资料 其实两者你可以把它视为类似的东西啦 理论上当然我们这边如果说 要把资料哈 先全部串在一起 再一次丢的话呢 相对的它执行效率会比较高 所以我上个上次上课是用那个execute many 有同学好像有点不太理解啦 所以这边我有把那个连结啊 其实之前就有放了 这边就有说明啊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execute many的执行方法 根据第一手资料 就是python的官网上面讲的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式执行的话 效率第一个比较快 那第二个的话 好处就是说你后面如果几个栏位 你就几个问号就好了 其实这样蛮简单 你不管什么资料形态 反正你就是几个栏位 那你就是串 那个啊 里面就是里面的那个串列啊 你就是都放你要放的资料 不管他是日期 或者是自创 或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有有有小数点 反正他一律就帮你放在那个问号里面 那这种方式的话 我记得也不是只有这个sqlite 这边可以这样用 其他像手机app直接以前也是这样 手机app那个java里面 使用也会用到sqlite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算是蛮多地方都是通用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稍微说明一下 跟那个sqlite 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insert into就不是只有一个sqlite的自串 后面还要再串接一个 你最后串好的 这个自串里面还有自串的变数 那这个大家说明一下 另外的话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部分 我们今天要再来练习就是 请各位一样开启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0601这个部分 那里面的话上礼拜我们是讲到 这个就是台北市的那个工友的那个 零售市场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接着我们来练习另外一个范例 那请各位看一下这边 这个可能比较完整 就是在那个行政院的 这个环保署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就是我如果想要知道 今天的那个pn2.5的那个数字 数值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找到 那这个范例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呢 这个网站里面提供了 我们目前最常用到的三种格式 那这三种格式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网路上面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直接下载 而不是说我下载之后再去截取 那当然会比较花时间 这边总共有三 CSV Json跟Example 那其实CSV我们前面练习 比较多次了 所以应该问题会比较小一点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 应该是这个Json Json你可能看起来 会是一个新的东西 不过你可以把它当成 我们之前教过字典 有没有 字典Dictionary那种格式 Key Value 其实它两者 你可以把它视为同一个东西 只是那个Json 是在外部的 如果你把它汇入进来之后 你直接放在字典里面就可以了 它基本上的结构 就是一个大瓜糊 那里面一定会有Key Value Key Value OK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 之前我们讲过那个字典的方式 去处理就可以 这部分的话 待会也许请各位呢 先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三种形态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主要练习怎么样 把这三个分别练习 那练习的方式就是第一个 当然你就先半手动 然后再试着让它全自动 全自动就是自动去抓网络资料 所以CSV把它下载 那点击它 它就下载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 点击它就下载 你把它按右键 然后这边编辑一下 那这个CSV其实架构 这个比较单纯 就是哪个监测站 哪一个县市 然后目前的 它PM2.5的指数 目前看起来好像今天 PM2.5的状态都还蛮好的 然后观测的时间 另外的话 它的单位 单位的话好像什么 维克都多少 然后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不过其实五个栏位里面 大概会有用的 最后这个单位应该不用 因为你会发现底下的话 它的单位都一样 所以其实最后一栏 我假设不要的话 我要一二三四个栏位 那我该怎么做 当然方法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去把它开启 要不然的话 你另外一个方法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连结 那一个是用open 用档案的方式 一个是用那个request 把它这个网址 放到request的 点get的方法后面 把它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呢 再去做解析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抓下来解析 三种不同的 这个格式的话 该如何处理 待会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jackson 点击这个jackson 你会发现他跳出来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jackson的格式 他第一个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外面 我有个中瓜 那中瓜 我们前面讲过 中瓜 基本上呢 就是什么呢 串列 对不对 串列是中瓜 应该有印象 这个串列非常重要 我一直强调 你回去的话 还是要 多花一点时间 因为这东西 如果你不能理解 他的那个资料形态的话 以后要处理起来 就会有点麻烦 那在创业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大瓜 大瓜 大瓜 前面我们有讲过 字典的部分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 意思就是说 他里面呢 就放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字典的形态 那当然在那个jackson 里面的话 他用大瓜 表示 那里面的话 他的形态一定是key key的话在前面 value key value 你们会发现 中间加冒号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 重复的地方 你会发现key 这边有个key 这边有个value 这边有个key 这边有个value 中间一定逗点 隔开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未来如果说 要抓到这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呢 你也可以用之前 讲过那个字典 可以把它拆成两个串列 那串列的部分的话 因为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其实我如果只要value 那我就把value 再转出变成一个串列 再分别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是jackson的格式 这个第二种 所以请各位想一想 怎么样把那个jackson 抓下来 然后把它解析 因为未来如果 刚好客户端给你一个 就是jackson 蛮有可能的 现在除了csv jackson的话是后期之秀 因为以后的话 我看蛮多云端的格式 都会用jackson jackson其实 python里面就是字典 你也不用把它想太多 虽然名称不一样 但实际上 你处理起来都一样 你也不用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新的 只是名词不一样 换汤不换药 ok 那第三种格式的话 也非常 非常常见 叫xml 这个应该也不陌生 那xml里面的话 它一定会类似像一个树状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树状还可以折叠 这个就是有一棵树一样 那树的话 最底部就是一个根部 然后它会长出来 所以长出来就是一个tree 这个tree的部分 你会发现 它会有共通性 什么共通性 每一个每一个里面都data data里面的东西 好像都一样 data标签一定data开头 data结尾 那这边的话 也是data开头 data结尾 这个其实跟那个html蛮像的 也是头位 只是说因为它是x 就是说那个标签 不是html 网页里面那种标准的名称 而是可以制定的 比如它定义一个data 那这个data里面的话 又制定 总共有一样有五个树位 你会发现 一样赛着开头 一个斜线赛着结束 那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要抓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字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文字抓出来 并且列出来 该怎么做 其实这边的话 CSP算最简单 但json跟xml 其实难度较高 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就是抓网络资料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熟悉一下 这三种格式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分别针对这三种格式 如何去解析它 然后如何去 把它再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再做说明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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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